來自馬來西亞的臺灣工商文教考察團 展開為期七天的北中南巡禮 那麼針對臺灣新農業綠能產業 以及大學專業科系進行參訪及交流 那麼在拜會僑委會副委員長呂圓榮時 他一再強調臺灣未來的經貿藍圖 希望能吸引馬來西亞企業前來投資 馬來西亞八升中華總商會 和雪隆留臺同學會籌組的工商文教考察團 一行三十二人赴僑委會拜會 副委員長呂圓榮接待臺下各領域的工商精英時 開宗民意表達出蔡政府的經貿藍圖 總統特別重視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進行對於我們的基建 基礎建設 用基礎建設來帶動公共投資 然後來提升我們的經濟動能 會這麼說就是希望吸引馬來西亞企業來臺灣 投資引進熱錢 考察團圍棋一周 北中南的參訪行程 其中不少是針對綠能數位和新農業產業 我們現在政府一直在積極在推動 就叫做五加二的我們的這些經濟規劃的 什麼叫五加二呢 就是五加二這七大產業 包括像我們的綠能科技 如果大家有機會到台南 歡迎大家去參賽我們相關的綠能科技 國防建設 比如說大家都曉得我們自己要照去建 考察團團長林寬成也提到 馬來西亞每年超過五萬人次的留學生 來臺灣就讀大學和技職學校 提供人才教育環境 凸顯出兩國之間密切的關係 林寬成表示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都是國家經濟中流砥柱的角色 期許未來能夠維持文化教育交流 讓更多人才不只在臺灣和馬來西亞 也前往國際發展 臺灣宏觀電視孫俊黃一中 臺北採訪報導 一步 第三步 並入�、撬